打一些这种战术出来才有才有机会啊 对 真的打一些战术出来 这种比赛我想想看 一个人打十场嘛 你如果赢个六场啊 我估计你基本上就可以出现了 六场基本上出现的机会很大 对六场差不多 因为毕竟要出三个人 对你小组 小组其实排前三好了 第一第二第三都没什么意义的 都一样的反正都是进到正赛的 对 好了来了啊 这边红色的神奏选手就是 潘长江来自CJNTUS战队的选手 是存在了右上角的两点钟的位置 而下面蓝色的重途选手 就是来自SKT1战队的 苏本 千年老二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 八点钟的位置 打了那么多轮之后啊 苏本其实这是他的第二场比赛 并不多 对 之后他应该是会连续打两个 对 他们是按每一轮的地图来定的 比如说有一轮 大家就是打了一个 暮色之塔 暮色之塔 然后大家分到谁就是谁 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单循环的一个 非常普通的一个双循环赛制 其实六个人的双循环 我觉得还算比较公平 反正你有实力肯定出得来 那是这样的 有实力你什么赛事都能出得来啊 那也是 没有没有 完全就是要有实力 妈的单逃还是很虚的好吗 哎呀有实力 有实力就可以 拨一单逃 妈有可能出意外的 会出意外 这是会出意外的 拨一单逃说不清楚的 有实力谁来都可能要死 哈续上来很拼啊 裸霜 在这边接双兵营 然后 先飘一波使徒啊 那么一块看一眼 知道你是一个提树狗开 嗯 你们可以仔细看下书本的这个开局啊 他其实这个气况没有第一时间放 他的气况是跟雪植一起放的 然后开始他只能造一造一个女王 因为他基地开的比较快 对 这个图也因为比较远 所以说你两兵营飘使徒 其实未必能够飘到什么太多的东西 反正是能够骚扰一下 书本呢 这个整个打法还是比较流行的 提了防止速度 那还是要以一个侦察为主 对 好 VS开局啊 VS打书本这一套战术 我觉得现在VS开局对于 像书本这样成熟的职业选手来说 没什么卵用 对的 两使徒往前走一步 看这两个使徒能不能杀到一些农民啊 书本的狗兵不多 嗯 看到四条狗了 看到也不进去也不挤啊 就给给一点压力就好了 说白了 嗯 但其实这个两个使徒就是逼你补小狗的 你多补点小狗的 前击比较能力那么多 对 先给一点点压力 防自己是里面各种侦察 也知道开局了 嗯 其实这排哈区的这个三框 有点早 真有点早这个三框 几个小狗压着也不急 你凤凰反正我看到了 我就不懂命就好了 看到了 你压也压不出去啊 对手有四个使徒啊 你这个小狗过去就是瘦 开四开 没有问题 哎呦 双方应对的都非常好 对 我估计书本要走那个了 就是大可他们那套了 就是暴狗的那套 因为如果出四蛇的话 四基地没有必要那么早 对 暴狗也可以 当然出四蛇也不是不行的 你有自信 你敢这样顶出去也没问题 出四蛇最怕的就是什么呢 呃 就就 出四蛇最怕就是你四基地开好 那个时候 对方是用那个使徒带凤凰一波 你四基地有可能会挡不住 好 四个使徒先压 给点压力 这个压力其实给的还不错哦 差不多可以走了 差不多可以走了 这是四个使徒过来 逼你 逼你补一波狗 然后我就走了 一般都是这样子 你如果真的要去打的话 是你打不了什么东西的 这都没有问题的 看到你的四基地就好 双方现在还是一个稳步运营的阶段 凤凰其实也没有收到太多东西了 这四个凤凰其实 更多的还是在杀房子 在找房子 在增场 杀四个能民走也可以 现在的打法更偏向于就是凤凰子稍微来制下空 他不会就猛造凤凰 猛造凤凰的话 的确你待会儿地面兵种会不够 凤凰家各种枣 各种的枣 龙塔和感染虫巢一起下 那我估计 的确是要升三本了 然后出大龙 这边就用小狗和独暴来防守 先压一波再看看 那真的我觉得这个 头四个独暴 对不对 头四个独暴 还不如头三个独暴 带两条狗 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波兵一 顶一波 好12点钟的那个 房子已经动了 开始各种投了 我感觉哈续应该 应该没反应 来了来了 看他多少农民 有没有反应哈续 好像还没有哦 还行还行 还行最后十个 还可以还可以 散的还可以 散的还可以 小狗补刀 只能小狗补刀了 小狗补刀猛的一逼好吗 打一下一个 一下一个当然猛了 这正面也不管了 直接要怼了 他怼得进去吗 看立场了 这个完全看立场 如果这个 他有空头 空头独暴 这个这个就凶了 空头独暴就凶了 上面凤凰肯定是解决不了那么多房子 对 但是他有追猎大哥 空头独暴不一定投得下来 我告诉你不一定 他正面过来 然后空头独暴再下来 很电人投进来 我先把你点了呀 你怎么那么多房子一起来 你怎么知道是谁是有的 谁是没的 武传房子还是有点吓人 走了走了走了 还紧说了 看他要空头了 算了算了算了 走了走了走走 太吓人了 牛塔 这怎么会牛塔呢 他是不是感觉 你的少兵有点多 然后出的是追猎 没有不朽 没有不朽吧 没有不朽吧 但是看到了 好继续点啊 9个农民 牛塔的话 这时候哈续应该再补一个VR 两VR出不朽 这波其实我觉得是 哈续的一个机会 在牛没牛的甲没出来出来之前 可以打一波 这时候牛是很脆的 至少把你一个矿打了吧 但是立场一定要好 这队友还有空头独暴的 不是非常好弄啊 对 先咬一下 从就关键上定 三台可以啊 关键空头这几波独暴 看能不能 白球不能倒 三个白球 四个白球 白球倒了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 哎不错哦不错哦 打赢了 说不定顶死了这个 三个牛在造 舒本现在 牛牛现在没有板甲 那你不管有没有板甲 你也没不朽啊大哥 白球下的时候 白球 我告诉你 打牛绝对没有不朽猛 差远了 但怎么办嘛 他后面有那么多女皇 我觉得舒本赢了 没顶穿 舒本赢了 哎 第二个比较下太晚了 对 这现在你虚不朽来不及 你等一虚好不朽 对方的大龙就出来了 你现在靠这个白球加这点什么追的这种不可能打得动这波牛的 嗯 牛还是有点有点猛 舒本赢了 他女皇也全部都还在 他这转什么吧 潘长江 他怕对方转大龙 他准备要转那个风暴了 为所转风暴 但我觉得舒本应该六头牛出来就不会给他机会转不朽 家里面慢慢需大龙 如果说现在不去打呢 其实你双比亚转转不朽其实还是蛮快的 嗯 还是蛮快的 而且家里面可以刷 刷插去招咬对方 你这种矿范一边要擦的 武矿擦掉的话 舒本其实也不好打 在家正面如果没有打掉的话 强行擦 有毒报看毒报发挥 守住了守住了 待会这个大龙带牛的确不好弄 如果 还像以前一样有黑洞的话 其实 还可以 但现在就很难打 这武矿是这辈子都开不出来的 还想烧 还想烧 再刷一波X 这波X下去要出生了这个 强行XDD 对的 这是没有出的 看毒报看毒报看毒报 看毒报 中的病不好 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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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掉了掉了掉了 诶,你夹起来了 夹了口血,我靠两口血 这都没掉 我靠这两口血 无言以对啊,我无言以对 并不是我们判断不准 而是这两口血来得实在是太精妙了 对的,这两口血有点漂亮 这话觉得很难打,它五框开不出来 如果这个时候五框都开出来的话 所以他的这整个整个的应对应对的办法是没有错的 强行点用锥裂 小脸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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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换个大龙可以可以可以这波锥裂赚了 但还是那个问题武矿能不能开出来 风暴不知道有多少架的风暴 苏本的现在的目标很明确啊 我就打你我就打你这个你的武矿这边 我其他也不打了 风暴虽然两个风暴完全不够 至少你要有个四五个风暴 再咬一下啊 这时候完全是看就看冰冗组合了 说实话这个局面 苏本要先还是要先找机会先把那个秒 马马船秒了 不秒马马船有可能会被一波全部打死 因为不朽的数量已经起来了八个不朽 还是苏本我觉得他转大龙了一下呀 是没给 是就怎么说的 他转大龙了一下是给了那个哈士一个转型的时间 当时他第一波被打退的时候只有只有一个V啊 你如果你八个牛A过去的时候 对方可能就两三个不朽 根本打过去 对现在哈士根本就不要急啊 就慢慢的憋 慢慢憋 慢慢的把这个虚空虚空不朽 白球开起来 对对对 慢慢憋 就是修地宝 其实你慢慢的打转成了这种空中单位的话 其实对于苏本来说也是挺烦 他上面有那么多牛 对 而且关键还有一点 就你现在有那个不是空中的弹幕之后 你怎么去解决 你用腐化去解决 说不定打到后面被白球摸死了都有可能 对 现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局面已经僵持住了是吧 打到这个局面其实虫主要很极强的后期才打得过 虫主可能需要是什么呢 需要是有大量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大龙然后带上带上那个 牛不需要很多牛可能五六条就好了 但是五六条牛你面对八个不朽的时候好像又要被秒 所以这冰冻组合还是挺精妙的现在 书本先把对方五框先压 好来了 正面要来了 正面要来了 我觉得先压五框 这个是对的 我觉得现在 现在 怕去缺少一把 这这这这送送这个什么意思啊 书本这样冲要跪耶 我觉得他这样冲 是要跪 是要跪 下面关键有白球呀 这一波打过去书本可能是拳倒的节奏啊 全部秒完大龙 真的我觉得这这样打书本要拳倒 而且现在书本现在书本的是他很难转型 他那天上那么多的腐化 他不敢转 其实说实话这个时候我觉得书本应该干什么事情呢 多插点管子先 妈的这种冲 我告诉你冲上去 来了来了 就这波 闪电被闪成马哎呦 根本不敢冲 这种冲上去绝对死 有白球有闪电 有风暴 你这个上去腐化就是拳倒 关键还有一些虚空 干嘛 他这个杆冲想干嘛 诶杆冲 农民为牛 漂亮 农民先就把一个牛围了 太嚣张了 哎呦 要冲了吗 书本这什么意思啊 他想秒妈妈船 想秒妈妈船 对了 白球在下面 完了 这个白球太猛了 书本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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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闪电被闪成马 他怎么会冲的嘛 打完牛 白球太猛了 而且妈妈船还没打掉 搞笑了这波 他可能想的是把对方天空换完 然后再续一波牛来打 这你关系你续一波牛 你打不过这面 你没有八个不朽 一个都没死 对方只要打过白球就好了 你没有大龙 你不可能打过正面的 这个是完全是神族的冰冲组合上的优势 我靠他连哈什打不过他怎么出现 对呀 那日料怎么办嘛 可不可以投降数一半嘛 狗狗也没用啊 狗下面有白球 可不可以投降数一半 可不可以投降数一半 蛤 投降数一半的 蛤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妈的 但是老子就不要投降 哈哈哈哈 我就是 我就是一顿日料嘛 哥总的在 你不要虚吧 老子请不起的 一顿日料我请不起的 什么两个起 请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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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的只有战死的黄徐冬 没有他妈的这种投降的黄徐冬 你说的没错 不就一顿日料嘛 想让一顿日料让我给你跪下 这是不可能的 说的没错 这道我觉得 在这点我觉得的确是这样的 但是这盘苏不也会不会输啊 虽然局势上来说的确有点难打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 哈绪最大的问题啊 是他白球少了 如果这时候再多个五个球 继续合就好了呀 他就不急 我慢慢开框继续合 你书本来嘛 你书本冲 来来来来 来 来 够了他又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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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再怎么冲吗 我靠这垫着马 他又脑残了 这波牛上去强拱 强拱不朽 不朽太猛了不朽 边推边走 边推边走 拱得还可以嘛 那怎么样嘛 换完了呀 再转风暴 潘长江人口 就咒降一百 不会翻了吧 潘长江被冲得有点慌刚才 书本绝对是个莽夫 我已经看出来了 哇他就莫名其妙的 白球不朽 他就冲脸 翻了就好玩了 我觉得现在 现在的时候潘长江 必须啊继续的 变妈妈船 变大妈妈船 现在 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就最怕的是现在被 腐化带飞蛇吧 填空气呢 对 他死不起天空的 潘长江如果死一波天空就积极了 诶 书本中顶着电 顶着白球顶着不朽 去冲别人脸的 我就看不懂这个比赛 好了 继续的开矿 主要这个这个时候我给你一个机会 投降数一败 我不会投降的呀 现在人口上他50哦 你想清楚哦 不是 又不是说他知道赢 他就能出现 真的是 后面还有TY 还有 还有什么 崩布尔这种猛男等着呢 好吧 哎他翻了呀 我感觉 翻了翻了翻了 妈的油天猛啊 这种你妈先冲一波 全倒 然后都能翻 主要他的经济太好了 而且 但是 潘长江的经济有点差 经济差我是承认的 但是你不是觉得 神族这种部队成型之后 不就是应该 是的 根本就不死人口的跟你打 好了 再续一个妈妈船 继续续续 虚空 但这个虚空 可能要被 可能要被飞蛇打成马呀 一会儿 虚点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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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对于派人家来说 他只能为所防守 他也没办法 对 哎呦 这还混毒豹这波有点凶啊 这波混毒豹就等于牛家狗家 毒豹直接把你地面全不起你 嗯 剩下的就是 剩下的就是腐化跟飞蛇耗你一波 还有经济最后把你压死 他肯定这样想的呀 你是刷兵没用的呀 你刷兵 对付牛就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这时候如果刷引刀 刷了一把刷了一把引刀 小狗分个双线 好来了这边 这边想找你的主力 闪电一把 呦电到电到了电到毒豹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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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憋啊 这个时候潘长江必须要憋到两百人口才行 但也没有 没有太多的用啊 我感觉这样 对 这关键是潘长江的这个 经济太落后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顶刀还是立功了 可惜现在 苏本有用不完的钱 花不完的钱 各种可以挥霍 嗯 基本上至少 潘长江已经输了 但他也不能乱冲 万一我跟你说 冲出去挖全岛 别人没死人口就搞笑了 你觉得是不是 然后对手 对手慢慢的扩张 运营起来 你的矿就干了 苏本已经送不起兵的呀 没死人口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倒不太可能会发生了 怎么不可能啊 你虫族没冲过这种局面啊 冲上去 妈的神主就没死几个人 我说的是 苏本不太可能 他有毒爆的 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能够 炸到点东西的 对不对 你要这样说也没错 现在在去什么 去航母 他只能航拼一枪的呀 航母来不及吧 虚航母 就是就找你主力拼一波就完了 他要换 苏本现在想拼 这时候我是输 我肯定A上去 对 我不管你 我就打你矿 反正我不管你主力来不来 我就打你矿 对 强行换一波矿就好了 回程 先跑 先跑 跑是对的 我告诉你 这波不跑全倒 但你跑 跑就等于是输了呀 继续憋呀 他现在要等航母成行才能打呀 不能说航母成行嘛 至少航母先要混到自己部队里面才能打吧 他使得农民死了 就12个了 这什么东西嘛 他刚才被 这几个有 有几个毒爆炸的 妈都不能死 其实农民其实也很伤的现在 农民的钱也是钱啊 书门下那五千多块钱 A下角A死了 我觉得这种冰种组合 还是要用白球扛在前面 迅速的摸掉了一个腐化才行 白球一定要多 白球不朽 闪电 哎 其实就 我跟你说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有风暴的 你就是虚空 不是 我觉得虚空你不出都可以的 不不不 虚空一定要 虚空 加 加那个航母 加白球 就可以了 这个已经是丧心病狂了 这波又要滚 又要滚掉一波 他就一直不停在滚农民 我觉得书门在这个大局上 控制真的非常的好啊 憋屈而死啊 这这盘 我估计刚才潘江江憋出部队的时候 都没想过这就会输 打赢的那一波啊 第一波打赢之后 第二波换了他有点 来来来来 最后一波最后一波 随便你闪 游在下面 还是挺硬的 刚正面 耶 耶 耶 他正常没降人口啊 基本上 哎没关系的 这个他有的是钱 再憋个两百人口的腐化就好了 关键没闪电的 应该 应该地面是没闪电 没白球了 我就跟你说了 风暴有没有都无所谓 就是航母 对吧 他在转飞龙 一样一样一样 都得死都得死 转什么都得死 那么多钱 转飞龙 哦28条 印下去了 不行 现在各种拆矿 思路是对的 看到飞龙了 他也知道对方不会再转地面了 飞龙我还真不好说啊 我告诉你 你妈真的飞龙不好说啊 你不要慌 妈 下面有闪电的 三个闪电 你不要慌 妈 你觉得飞龙是不是有点虚吗 飞龙是一个很虚的一个东西 的确 他怎么会转飞龙转腐化不就完了吗 飞龙来了 乾坤大挪一 但这个时候飞龙被打成马 后面的腐化又被电 又被电 全部电 反馈 怎么办 怎么办 虚空能不能刚住 腐化的 物业物上去了 各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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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要你一天 人口吃贫了一天 两百人口 下面一个白手 你一天就死了你一天 没钱了 没气了 现在 没气了 没气了 完了 这 这 这都能翻 他为什么转飞龙嘛 我 我看不懂啊 这 他转腐化不就赢了嘛 现在去换家换个 换个鸟啊换 一百二十人口 打两百人口 都输了 二不一嘛 这个转飞龙 先先 先 你不要慌 先防空擦起来先 三千多块钱抱着 还有那么多虚空 还有两个航母 飞龙最后拼一枪了 最后拼一枪 拼一枪 但是 我们来看看 这两个航母打飞龙 太快了 航母现在是很很快 打飞龙 航母打飞龙太快了 输不脸都打绿了这盘 这盘都能输 我简直看不懂这个游戏了 人口直评七十打七十 搞笑吧 这个游戏打的 死了死了 没有气了没有气了 这是什么 你别个理解嘛 现在只能小狗换家了呀 强行小狗换家 你换家 你不可能把他对方拆光的呀 他上面就加防空把你小飞机打完呢 你他妈还打不赢我 上面上面二十个防空 然后全力去爆小狗换家 继续插防空啊 又只能这样 他应该继续插防空啊 你不觉得吗 防空数还挺多的 我书本用小狗然后咬回来吧 不可能 不不不我不能出本 这个游戏机 我现在已经无语了 真的他 他现在有 他现在就 哦回城回城 先守住先守住 他也觉得有点不对了 妈的这个再冲一会 这几十个防空把我小飞机打完呢 回城是对的 书本在家里面现在憋刺蛇 打成这样 他们两个也是真的能打 能打 憋刺蛇呢 五千多块钱 三千多的起去憋了三十条飞龙来送 你这个游戏怎么理解吗 你觉得是不是憋三十个腐化 刚才A上去就完了 没错 家里面现在被这种狂狗换家 还真没什么办法 而这边 哦有两个风暴 有两个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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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两个风暴 你就没办法 慢慢跟你号嘛 其实就是慢慢跟你号 然后我的部队回救就行 你已经没有对空的部队了 不是我狂狗 还是说真的还是有点猛 还是有点猛 有两个风暴 有两个风暴太关键了 是不是拼一场了 我感觉好像用刺蛇拼一场了 先来拖过来漂亮 先秒风暴 这航母小飞机也现在死不起啊 死不起死不起死不起 还有一个风暴 有点虚啊 其实这个时候拆家呀 小狗又没用 39条狗先把家拆了 不小狗还是有点用的 你至少有叉你可以打呀 现在 啊 刺蛇被抓了 老子 盘强现在零块钱 零个农民 老子就这点东西了 怎么样嘛 你说这盘 这么打下去对不对 会不会 会不会打到最后打一个 打成挺一局 不太会 不太会 他只要 只要这个风暴还在就不会 对不对 对也是 他只要有一个风暴 他就赢 现在我觉得 舒本应该全力找机会秒这个风暴 这个风暴秒了 说不定就翻了 说不定至少保平 哎 不是 不 舒本有没有那个 那个的吗 飞蛇有没有了 没了好像没了 没了没了那 那我 觉得 如果有飞蛇的话有机会保平 PVC也能打平 这这起什么鬼吗 关键是 这一盘PVC 都会打平 这拨狗现在也 也也死不起 我觉得这时候 其实我觉得 舒本完全可以 那个 亥主完全可以回来 先轻拨狗再说 舒本在造农 没飞蛇到还真的 全力拼 拼一枪那个吗 我觉得就全力拼一枪 那个 风暴 对吧 他现在也看得到 看得到的呀 家里面先拆了再说 关键 舒本在外面现在 踩黄金矿 烦得一逼 你这风暴这样 战说不定真的被点了 不过要 如果要点的话 其实也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那怎么样吧 诶 福报 福报 我靠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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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隐形 有隐形 现在航母小飞机已经不够了 诶 不会吧 不会吧 常推吧 不回来 瑞扣了瑞扣了瑞扣了 瑞扣了一个母舰核心回来 也行啊 也可以也可以 他给你放大包台的 这母舰核你就不要动了 对 你就是多兵嘛 就反正对手也可以翻进行的 对啊 他有那么多的那个 那舒本现在四蛇有点多了 13条四蛇 舒本还有钱再踩 就用这个来耗啊 我感觉这个风暴要死 舒本只要敢点 其实耗这个其实我倒觉得 你是什么意思吗 别动了呀航母 你靠X有什么用吗 X还是别人的 别动了呀 母舰核心 诶 但这个位置有点猥琐啊 还是不咬醒 还是不咬醒 没用的呀 刚才他就咬成这样了 赶紧回来呀 回来呀 他分一个虚空回去有什么用吗 诶 他智障了吧 这个时候 分一个虚空回去 虚空有没有卵用 我理都不理你 直接给你秒了 也行也行 分个虚空也行 也行也行 小小狗先跑 下面偷了个黄金矿 完了 下面这个黄金矿 一直在踩 所以说他 赤蛇可以源源不断的出 完了完了 输了 输了 下面这个黄金矿太关键 他是输了 这都了 这两个人真的是打的 你妈的 明明就是抱一波腐化就赢了的局面 非要去转飞龙 这防空 妈的拼一枪全部爬起来 往他下面冲 他这个在打 在打一枣啊 来一波刺蛇 这是准备要稳赢版的局面了 好啦 回城啦 还不回城 只能回城 回城也输了 输了 死了 死了 被抢了 让你投降出一败 你不信我 quer 哭 輸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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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都沒了 我們hlxh né我们看看ielxh這張臉啊 舒本肯定微微一笑 智力好低這把打的 這個 舒本這個智力真的是 兩個人打迷茫了 Pepsi ya打迷茫了 他媽哥也能輸 這真的有點低 將A上距離可 层幾輞層 他已經以為自己贏了 對方 Humicry Palus Jr Opt tom 根本就沒氣了 只能说双方打的都还不错 打出了一个给我们感觉翻盘的战役 盘光局打了一盘 这比赛已经现在为止 这个比赛打了三分之一 还有很多吧 今天那播不完了呀 待会我大概五点钟左右就出门 那你就先播着吧 我自己播嘛一会你回来嘛 反正我回来之后就盖死前面 我回来应该是差不多 这个比赛肯定播完了 好的呀 下一场是Chep要登场的 Chep打我们来看看Chep打谁 Chep打全内洋 我这比赛一半都还没打到 打了那么久了 今天晚上不会打很晚吧 我跟你说了 你就想一个人在打十盘 对不对 对啊 那他们一共是 一共是你妈的六个选手 那就等于要打六十盘 谁告诉你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三十二场呀 三十二场那那还好 三十二场 不对十六不对三十场吧 三十场 三十场三十场 三十场呀 这怎么可能三十二吗 三十场 三十场你想吧 TY打Chep Chep如果这场剩不了的话 他基本上也有点要走远了 嗯 好来了啊 却不 不过我觉得赛程还没过一半 还好 对吧 赛程还早 他们这应该是第三轮吧 打的是伤寒之地 对 三十场 那就等于是三十个剥一 哎你妈的这个三十个剥一 应该至少要打 如果正常情况下 不放广告不干什么 我觉得三十个剥一 你要你要三 就等于等于 要打十个小时 我就这么说 你就这么算啊 三场剥一 一场剥一二十分钟 一个反正三场剥一反正 三场剥一一个剥三嘛 就等于 对 就一个剥三打满 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对啊 对啊 就十个剥三嘛 十个剥三打满 那不就十个小时吗 嗯 大家放广告什么的 差不多要解说十个小时 这十个小时结束之后 今天你还能不能打前辈妹吗 能打呀 妈的问题是我解说十个小时 你还要让我解说打前辈妹 你是没关系啊 你你老当壮 而且又不是通宵对不对 你生物中是对的 你这样说也对啊 幸好昨天睡得早 要不然的话我造重了 我不仅要打 然后打完前辈妹 你就可以走了 然后我再 我再去调戏一下小嫌 待会看时间 如果今天晚上有点晚的话 就明天去调戏小嫌 都可以 明天恐怕不行 明天妈的我后天早上 一早就要出门 哎呀我又要拍那个片子 我靠 你什么时候拍吗 那个片子 片子不是 不是星期六 我们一起拍吗 妈个蛋 不知道这次拍的 那个片子会怎么样 干嘛 你以为就我们两个拍啊 妈的小嫌 也要拍片子的好不好 对 我们拍那个 拍那个 GPU的宣传片 对的 GPU马上也要开始了 今天晚上 反正大家可以到 那个黄金联赛的地区 去看一看 那个报名的 报名的 这么明明还不错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但他自己还是遮住了 遮住就遮住了呀 嗯 这 这观众太恶太污了你们 怎么啊 他们在大叫三匹 太污了 还有前妹妹呢 对不对 我们四个人拍好吗 首先 我跟你们这么说 我跟黄旭东 都是一个三观很正的人 我们不可能 赢取三批这种事情发生的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Rush了 Rush了 直接R 这边再点 强行要R 这个过了吧 但好像机枪 有点站不住了 强行要破这个口 破口 可以可以可以 家里面反正用这个先把 就跟 B先打掉再说 死神进来看一眼 嗯 不也没什么用 炮台放晚了 如果早点放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杀点 杀点枪兵的 这样的话 前期这波交换下来 其实 双方也差不多 区别不大 这种开局 双方这样对稿 应该是 不过话说真的 大围巾在神助这件事情上 处理的蛮好的 这个母舰核心是 50能量开一次炮台 对吧 对 如果说还是25能量的话 太夸张了 25我觉得人助不可能打了 25就上来 我莫名其妙就在你脸上 点亮跟水晶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助 对 然后使徒飘一飘 你就死了 对 他宣传25的确还是对的 说明大围巾其实还是在做事情的 对不对 对 虽然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至少他还是 从自己内心深处来说 他还是想把这个游戏改好的 不太像光头哥 光头哥就属于杀 杀这把狗 就混日子那就是 光头哥就是能拖则拖 能闪则闪 多拿一个月工资 就拿一个月工资 然后游戏妈的完全靠缘分 对不对 如果说游戏做的好了 就缘分到了 对啊 就完全靠随缘 你知道吗 这个改动 风暴的改动不就是随缘吗 你想当年的自由之意的时候 是不是光头哥的改动 也是很随缘的 对的 还要光头哥滚了 如果光头不滚的话 星际就死了 对 幸好他走了 谢谢啊 谢谢 谢谢这个光头哥 已经离开了星际神吧 没错 我觉得光头哥 你快去腾讯吧 快去拳头吧 鬼蟹等着你啊 你的好公有鬼蟹在拳头等着你 双方经过前期的一波哨之后 其实发展的情况来看还是差不多 这盘却破打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 全太阳也没有打出他这个风风骚的这个特点啊 好像也是就稳着运营打正面的 对 正面这波压过来也应该是打不到什么东西 对 去上面 这时候其实在这个点 全太阳的这个多线就能发挥出来了 已经已经跟我在多线了 我觉得却破死了 却破死了 这个多线这样绕的话 这样多线绕真的没办法 完全管不过来 我能感受到却破现在的不爽 主要是全太阳这个绕得太好了 这一下 BF先点了 最近的是上面还放两个枪兵 你打 你过来防不防 你防 你就死 没办法 你这样速开三级地是要被这投的啊 打全太阳这种 你必须要快早点把这个blink升完 对 要不然你被这样搞的话 的确是没办法 前期真的这么搞真太不爽了 嗯 嘴叠都出来了 终于升完 升完过来卖吗 这个跳下来完全 不知道为什么 没办法急了呀 那怎么办嘛 再去上高地搞 你怎么办 然后这边架解放者 哎呀 还是说的就是这个矿地图的原因 这两个出生点位 你就要被这样骚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农民已经死了一大半了 这只要你一个地方防线被洞穿了 然后整个节奏就停不下来了 关键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全太阳三级地运营起来之后啊 他这边最后怼的这一拳你没办法 对不对吗 正面对拳顶下来 然后两个解放者一卡 你怎么办呢 要反扑了 却普这边要反扑了 都解决两个团兵 反扑 这一拳如果却普再打不伤全太阳 后面就是被全太阳各种各种安全感 这种解放者架成这样怎么打 叮当也看在眼里啊 那算了呗 空头看看 这使徒能不能占到什么便宜 不过你要想一想 却普可以现在赌一点 全太阳正面是个软弹 软弹归软弹 但是 你要想绷本那么大猎势都A成的呀 是不是 全太阳正面是个软弹呀 你不要慌呀 慢慢跟他怼脸就好了 但是TVT和TVP还是不同的 TVT是因为有坦克这个东西 所以说有些时候是没办法 不要慌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就是要有对自己 要有自信 你正面怼就是怼得过 我不信他能怼得进来呀 好先偷一个解放者 妈妈还没偷到 哎呀 你告诉我他怎么怼进来 这时候全力的刷不朽和闪电呢 好两个人继续的憋啊 全脚马上出来了 解放者数量已经快快憋好了 马上就能出来了 这波解放者太多了 真太多了 你试团站在这边 你的试团怎么可能开得起来 还要空头 啊找中了找中了找中 这解放者 这三船兵空头一架 解放者一架 这个位置已经 已经是鸡鸡的节奏了 这土太难打了 就在这个地方打的话 真的没办法了 你就强行飘 你飘好了 闪电闪来可以 我走了呀 你跳嘛 你追来敢跳 这几个圈部嘛 下面又被干了 已经不打了 已经不打了 麻烦躁了 这个属于直接被搞得有点烦了 这节奏反正中期你有一波防有失误 你就各种会觉得各种防不来 我觉得这张图还是却不打法的问题 这张图就是一个被解放者架成马的地图 各种空头 你如果不占制空你就被搞 所以说这张图可能只有VS开局 你觉得对不对吗 VS出凤凰其实是最好的办法 只有VS开局 特别是打 打那个 特别是打全太阳这种选手 没有VS开局没得打 这个 好了下场输本 输本应该要打本本了 这是一场铁血之战嘛 嗯 绷本如果把苏本赢了 我觉得苏本很难再翻盘 因为这盘如果说 绷本赢了 他就三胜了 苏本就一胜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就上下半区已经分出来了 对 对吧 哦不是是打缺谱 哦打 缺谱 打缺谱 我还以为打绷本 打缺谱 哦打缺谱 然后再下一场是 苏本打那个全太阳 缺谱打缺谱后面 现在反正最最重要就是 上下半区能不能分出来 三胜基本上是一个点 对 我觉得缺谱就是连续打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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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状态的 特别是刚才被全太阳打门掉的感觉 他再再再再再输就就彻底走了 嗯 彻底走了 我并不看好 缺谱之后的这个比赛 缺谱最近状态不好 哦 你要想你要想那天来打打那个雷锋被硬调打 2比0各种调打 你说硬有强到可以随便调打韩国选手吗 其实苏本直接就用那招呀 雨皇带蟑螂火蟑螂Rush 这个点位非常厉害 他们好像也开始打这种图了 我觉得以前他们是不打这个图的 诶 对 对 可能是因为这个赛季暴雪 也配合他们把那个改了两张图嘛 对吧 这个赛季不是天地地图改掉了吗 改了失踪考骄战和那个双寒之地 然后那韩国人也给点面子嘛 那要不然你这样打爆雪脸是有点不好呀 哼 对不对 你敬我一时我敬你一仗 既然你都帮我在天地上改了地图 对吧 承认了我们韩国联赛的专业 那我们韩国联赛 那是不是应该还他一仗 先捧他一下 觉得这个图也不错呀 也把它设定设定进来 然后大家面子都下得了 不过不过以前的星期一的这个联赛 都是 都是韩国人自己搞的 你问星期一暴雪没有赛季的说法 没有天地赛季的说法 你发现没有 以前其实星期一在打 就职业的时候 其实暴雪对于电子经营这一块 其实是很很看 看得很重的 看不重的就说白了就是 星期一吗 就职业联赛这一块嘛 你不要管星期一啊 对对对 魔兽其实你不太看重 因为当时 当时主要还是卖 因为他是买盒装游戏的 这个很关键 卖盒装游戏就一锤子买卖嘛 反正卖掉了就好 对啊 他当然没有这个概念的 对没有 其实全世界都没这个概念 包括其他的游戏 厂商也没这个概念的 没觉得电子经济是一个 是一个对这个游戏来说 有个很好帮助的一个 至少是一个推荒手段吧 而且我觉得电子经济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让这个游戏啊 获得更高的一个粘着度 对吧 玩家可以在里面持续的消费 这个这个其实是电子经济 比较核心的一个在厂商这块的理念 所以所以如果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做好 大家觉得这个游戏可以玩 一直一直比较好玩 所谓人就是吧 人跟人斗对吧 是不是其乐无穷吗 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个东西就是你 你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 但如果你每天你每天打AI 有什么意思吗 其实我觉得不是 你你如果说把这个这个剧情啊 什么做好一点 你其实打打那个打电脑 其实也有打电脑的乐趣 我告诉你 对 我一直很想 我一直很想就是暴雪 如果能够把那个合作模式嘛 对吧 改成这种 比如说不要两个人合作 三个人四个人 甚至八个人合作 对吧 你们八个人合作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机器有点吃不消 干嘛 你每个人是个英雄 雷诺就是雷诺 对吧 你阿巴瑟就是阿巴瑟 你们去打一个大boss呀 去打那个 去打那个什么 以前的RPG地图吗 守护雅典 可以的呀 这可以的呀 我觉得挺好的呀 这种挺好的呀 对不对 我决定这次 ChinaJoy上面 我就给他 给暴雪来的那个人建议 我就给他建议 是的 我说你们可以上这方面发展嘛 等于你们官方出一下RPG地图 对吧 然后做 分 而且我跟你说 关键是分好 有比如说有辅助 有坦克的 有输出的 反正有法身 你分好这个东西 反正 每个都可以嘛 反正打的就是像魔术世界这种感觉了 对你说的没错 然后然后打着打着 从PVE又可以变成PVP 然后就变成风暴了 对吧 不不不不 PVE就没意思了 PVE就没意思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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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这样的吗 好这边 三开啊 用使徒三开 凤凰使徒三开 这个 三开其实 开的还是挺大胆的 嗯 这张图啊 毕竟 这个点位有点近 这张图啊 毕竟 这个点位有点近 呃 现在 书本这个女皇数量还是控制的比较多的 四个五个 他不会真打一波吧 女皇 先杀了一个疯狂 却不这个看着 我觉得越看戏越伤啊 什么都会骚扰的 他 他二本 生了二本了 如果说打一波的话 是不可能生二本的 他走的是独暴啊 女皇独暴 跟上一盘的 他打了一个哈士的打法差不多 暴女皇然后带独暴 但是刺蛇 他还是出了刺蛇的 刺蛇嘛 又无所谓 他女王只是为了防守呀 嗯 稍微等一等啊 两个人现在只能被迫的运营 哎 书本还是刺蛇狗独暴 反正这种一波 在这个图上呢 又近 对他来说这个 这个打法可能对他来说是非常好的 对 就看却不怎么防 却不我现在是感觉他有点防不来 这波 有点防不来 这这这一波的打 这波有点猛 防应该是防得来嘛 毕竟还韩国直接选出来 但是可能防得不是很好 有可能 你看吧 这这波有点快啊 对 听 哎 这也能穿云剑 这 却不已经傻掉了吧 我刚才感觉他打全太阳打的时候 你不觉得吗 我完全没看到 他为什么会被穿进去 他就没想到对方会穿吗 他这个 他这个 状态很差呀 今天 他这个叉子没有H住 对 我就感觉他状态非常差 好了双比亚出 强行出不朽 但已经来不及了呀 刚才那波穿云卷之后 对手的这个 冰啊要比你想要多 对 独暴叔叔你好 这怎么怎么打 怎么打这波 而且身的是一弓 哎 书本这个运营真的有点 而且这波打得比你想要早 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这这这这这不可能守得住的 就这点货 好 好了 这个 关键章地图也 关键章地图也不好守 对 A章也就结束了 好就横跨无交 这缺普这个什么反应啊今天 这个什么什么立场吗 不是他已经 已经 完全打不来了我感觉 他急需要一场休息啊 真的急需要一场休息 他这个状态看这个表情已经是完全有点 有点迷茫了 状态非常差 我看看下一 下一场是谁啊 却不还他可以休息多久 却不可以连休息三场 还好还好 休息三场之后再战 现在整个状态完全出了问题 刚才打全太阳就看出来了 我觉得他已经出不了线了 三副 三副这个点是非常难 难弄的 对 反正苏本现在 2-1 他下一场是关键 对他来说打Bomber 如果他能赢Bomber 那他就去第一局他了 他下一场要打TY 不是Bomber 呀 确实是没有 谁啊 你说书本吗 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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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